长期以来 相对于日本农业 欧美机械化农业还是中国师承的对象 但是 欧美的高度机械化是以人少必多 人均耕种面积大为前提的 就目前而言 虽然中国土地流转改革正在深入 但要实现类似欧美的大型农场 仍然任重而道远 但相比之下 日本的农情和中国更加接近 因此 其实际上更加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那么 中国农业学日本 学什么呢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 平原面积狭小 耕地十分有限 没有发展农业的先决条件 但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之下 日本却建立了比较强大的农业 显得尤为的难能可贵 中国农业是散的 日本农业是团结的 中国农业90%以上的还是小农户 目前 小规模的农户占大多数 2.6亿小农户 仍将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 据农业不统计 我国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下的农户 有近2.6亿户 占农户总数的97%左右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规模 总体还不大 仍然以小农为主 中国小农户在经营方法规模上都存在弱小和被动地位 中国的小农的情况直接导致两个结果 一是土地没有办法集中 二是竞争力很难发挥 虽然国家已经颁发扶持小农户政策 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而日本不一样 日本农户的生产规模都较大 一般农户全家只有2-3个劳动力 拥有土地50-70亩 个别农户达到200多亩 一个农户就是一个小型农业企业 尤其是日本农协的作用 日本农业因为农协周到的服务而得以迅速发展 日本农协也因其无可替代的作用而迅速壮大 日本农协已发展成为及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于一体的民间团体 不仅负责组织农业生产 购买生产 生活资料 出售农产品等经济活动 而且还负责将政府的各种补助金分发给农户或有关团体 同时代表农民向政府行政部门反映意见 以保护农民的利益 商业思维 品质与产业化 中国农业经营者的产品商业化或者产业化上存在很多盲区 因为等靠思维形成了惯性 而缺乏主动性或者突破性 日本农民对农业商业思维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产品品质 第二个是生态闭环 对于产品品质 日本农民追求精品化 此刻单品 以稻米为例 一般每产量只有300至400千克 但所产大米无论在外观还是在口感上都数上乘 所以日本农产品不但销入畅而且价格优 同时 日本农业生产的专业分工十分明确 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产业特色 一个农户有一个农户的主导产品 优势互补 相互依存 共同构建起了日本农业经济的整体框架 一般来说 日本的农民都是专业户 种草莓的都种草莓 种番茄的都种番茄 种水稻的都种水稻 一般农户全年只生产一至二个品种 最多不超过三个品种 而且生产的产品几乎全部为商品 农产品的商品率极高 此刻单品的态度赢得消费者和市场的青睐 而在生态闭环方面 他们寻找溢价空间 日本人很会做生意 同时他们对一件事的考虑也是很完善的 在农业问题上 他们很早就采用了闭环式的发展模式 任何一个模式的商业或者什么服务 只要能实现闭环式的发展 就能拉大利益空间 他们将生产 加工 销售 服务等 形成一个农业特有的闭环式产业链接 从而增加利益和发展的原动力 在产业溢价方面 六四产业最早是由日本学者金村奈良辰 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 当时的日本面临着农业后继乏人 农村衰落的问题 为了激发农业发展活力 开始推动农业生产 向二三产业延伸 形成生产 加工 销售 服务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 借此增加农民收入 增强农业发展活力 比如马路村 村长和农协会长一起带领 全村伐木工转型向六四产业创业者 种有机柚子 再组织村民把柚子进行深加工 制造柚子果酱 柚子饮料 柚子汤料等 同时修温泉民宿 农林产物直卖所 吸引东京 大阪等大城市消费者来马路村游玩 截止2016年底 全球有一万多人成为马路村特别居民 一年接待三百多个团体来体验与游学 卖出一千多万件商品 年销售高达两亿元 变态的日本农业 成为世界学习的样板 一直说日本很变态 除了他们的农业文化 还有农业创意 也非常变态 这种变态农业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与学习 农村劳动力的外流 导致了农地气耕 农业后继无人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 日本把农业生产和艺术加工融为一体 利用田园风光满足人们游乐的需要 以此作为产业升级 价值增值 居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其实日本农业有两大特色 一是创意农业 二是农产品包装 先看日本的创意农业 稻田化是日本农业的核心创意 田社馆村是日本稻田化的鼻祖 受到麦田怪圈的启发 为了振兴当地经济 开发观光资源 1993年该村村民开始制作稻田化 每年题材都不同 题材涉及日本内外 非常广泛 既有日本著名的古代武将雄资 也有蒙娜丽莎 拿破仑 甚至还有多拉A梦这样的动漫形象 站在观赏台上 观看十分的壮观 能够吸引很多游客来参观旅游 这真是种田种出的旅游业 再来看看农产品包装 日本农业之所以享誉全球 除了质量之外 就是包装 日本的农产品包装可谓惊艳来形容 日本农副产品品质优良 无论是大陆货还是新优品种 都是色泽亮丽 规格统一 令人赏心悦目 在市场上 所有代销的农产品 都是经过精心整理包装的 没有散装 更没有带泥 带枯叶出售的 农产品的包装箱上都印有产品名称 产地 生产者性命 同时 白菜有卖整箱的 一颗的 也有切成半颗 或四分之一颗的 全都用塑料纸密封包装 切开的白菜如当天卖不掉 晚上就扔掉 辣椒有十个 也有五个一盒的 全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货架上 萝卜 甜瓜 草莓 樱桃 番茄的漂亮外观和鲜莓口味 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除了内部排列包装之外 还有就是外形包装设计 已经到了 惊艳的变态环节了 因为 日本是世界上 最讲究包装的国家之一 他们将日本文化中的 蝉艺精髓提炼出来 再传达出 深融入一些自然 朴素 可爱的人素 最终呈现出来的设计简单 却别有滋味 日本的创意农业和农产品包装 已经成为全球农业学习的样板或案例 说完了日本的农业情况 回过来看 我们到底要学习 日本农业的什么 概括起来讲 就是学习他们对农业的态度 对消费者的责任 对农产品的追求 当然 还有制度和思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 我是谭谭 关注我 带你看遍全球农业的新技术 新模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